他曾经疾病产生,几次挣扎在死亡线上,而今却练就了一种奇特本名,被捆住手脚,也能在水中太自若如鱼得水。 这到底是一种惊觉的记忆,还是仅仅是一种奇特的表演? 走进科学记者探寻其中秘密,敬请收看被束缚的荣者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天上午,云南石亭县境内风和日丽,人们穿着鲜艳的节日盛装汇聚到一龙湖畔。 欢乐的气氛,俨然是在欢度一个盛大节日。 然而,事实上今天并不是什么传统节日,人们获集到一龙湖,是来看一位名叫王宝贵的人,以一种奇特的方式,进行一场横渡一龙湖的挑战表演。 一看到这个地方,大家可能会说了,这有什么新鲜的? 张剑,那横渡英吉利海峡呀,而且8月9号的时候,人家有36小时30分钟啊,不间断的在兴海湖里面游泳。 但是我想请您注意一个细节啊,您注意到没有? 他下水都是把自己手和脚给绑起来,这么下的水。 这个王宝贵,一游就游呗,干嘛得把自己的手和脚都绑起来呢? 这事是大有说道。 王宝贵的家,在一龙湖东岸的霸心镇。 1997年初,正在田里干农活的王宝贵忽然觉得胸口不舒服, 就连平时吃的又软又滑的米粉,也觉得难以下咽。 这种情况持续没过多久,他的胸口就开始疼起来了。 慢慢的,他就感觉到没疫情,就是他病的那些症状,就慢慢就出现在他身体上了。 王宝贵的身体一直都挺好的,现在忽然闹起了毛病,妻子催促的赶紧到医院做检查。 没想到,检查的结果让他大吃一惊。 抗认出来,也可能他就跟我说是这个食道癌了。 开始都是这么大,开始看到出的是大一点了。 食道癌是食管上皮组织的恶性肿瘤,全世界每年大约有20多万人死于这种疾病。 医生告诉他,食道癌除了遗传原因外,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也会引发这种病。 癌症对任何人来说,一旦得了它,无论对于精神还是肉体, 都是沉重的打击,更何况王宝贵的生活并不富裕。 平时就靠在湖里捕鱼,为到湖边玩耍的游客做饭撑船挣着钱, 还要供两个孩子上学,赡养年迈的老人。 哪里还有过多的钱质病呢? 思来想去,王宝贵最终放弃了到昆明治疗。 你去医师要用钱,不一定治得好,就在家里面随便搞一点炒油。 发在麦关里头了,就身体自然,想吃什么就吃什么,那也好玩,那也玩。 话虽这么说,但王宝贵并没有放弃治疗。 在家里,每天大拔大拔的吃药,忍受着病痛带来的折磨。 每当发作的时候,只有这样,他才觉得舒服些。 用棒球,一个部位要跳七百多小,都不顾着。 就是不舒服,就要把棒棒的打,那时候打,打台了,我就用一个木棒给他打,把爸爸打,打这个棒。 他是拍的那几天,好像心里挺弹的,眼泪都要掉下了,他还是要拍拍拍拍拍拍。 心里挺难受的,可是他平时要叫这样拍,不拍他不舒服。 传讲打的身上的疼痛渐渐掩盖了癌症给他身体带来的故事。 然而,痛苦并没有击垮这个农家汉子,反而让他更加坚强了。 他总是非常乐观地去做每一件事情。 病痛的时候,就想一山当中,什么时候就高兴,就想些高兴的,不要想悲伤的。 你看电影,要看唱歌跳舞的,看卢关的,然是有感情的嘛,你看有些情绪不好了,你就会有感情,你就会好像自然会难受。 所以,要在卢关的地方,在咖啡的地方。 其实,王宝贵最开心的事就是游泳。 年轻的时候,他的水性在这一带是最棒的。 平时到屋里撒网打鱼,玩来是总要游上一会儿,有时候空闲了,一游就是两三个小时。 患病之后,王宝贵身体虽然不比从前了,但游泳每天也没落过。 一天,王宝贵听说有人能用头发拉动几吨重的汽车,他突然想自己能不能也练出个绝活儿,在水上弄出点什么名堂来呢? 可是,在湖里又能练什么绝活儿呢? 他突然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的一件事。 大约三十年前,当时只有十几岁的王宝贵和几个小伙伴到湖里去打鱼。 在船上休息的时候,他们纷纷炫耀起自己的水性。 争论中,王宝贵突然拍着熏谱说,自己绑着手脚也能游泳。 这句明显吹牛的话,让几个小伙伴抓住了把柄。 大家从小在一起长大,每个人的水性都非常了解。 可绑着手脚游泳,水也没试过。 但是,他们还是用船上的缆绳,把王宝贵的手脚结结实实地绑了起来。 可是,手脚被绑起来了,在水里就不会有危险吗? 人们常用的泳资有挖泳、洋泳、自游泳,但无论是哪一种都离不开手脚的配合。 手脚交替滑水不但能产生前进的动力,还能获得一定的上升力。 王宝贵虽然很小就会游泳水性很好,但绑着手脚下水后,能不能保证呼吸,自己的心里也没底。 但事已至此,他只能冒险一试。 王宝贵站在船头,只稍微犹豫一下,就跳了下去。 他努力用双腿踩水,才真的浮起来了。 80年以前,念念念念到现在,基本都没有了。 20年没有练了。 所以我接受了,搞一下脚交,苦不苦意,苦意从这方面发展一下。 可是时隔多年,现在重新开始训练了。 王宝贵却遇到了麻烦。 由于手不能滑水,只能用双腿摆动很难控制身体。 所以他经常呛水,弄得泥子嗓子,非常难受。 就是呼吸啊,这些队也困难。 你像这样,那个水一呛,你像这些痒痒,一到鼻子里面就会呛着。 还能是呼吸的,反正说,要好几下,一两分钟就死人呆够了。 枪水不但让王宝贵不能顺畅地呼吸,甚至还会有危险。 为了避免枪水可能带来的危险,王宝贵想了个办法。 他找了些塑料薄膜堵住鼻孔,只用嘴来呼吸。 这样,总算把鼻子嗓水的问题暂时避免了。 一开始说,把手脑捆起来,我以为就是这么捆着一样。 没想到人家是直接来个五花大网,然后就这么在水里游。 这让我想到什么呢? 想到残奥会上的那些选手们,我记得特清楚啊, 2004年第12季残奥会上,有一个叫何军泉的小伙子,双臂都没有了。 但是人家是在挖勇比赛100米当中夺得了金牌,那多了不起啊。 现在感觉他的游泳姿势就有点像人家,我们现在看他,他是已经游出来了。 当年一开始练的时候,真的不行。 单靠自己的腿这么向前运动,然后伸嘴这么呼吸,这么一小段时间还凑作活活, 时间长了就觉得实在是太累了。 这个时候也没想到自己腿绑着,想像平身那样浮出水面呗,这么四肢打开躺着。 反应不对了,自己只有捆着呢,然后人就开始往水下沉,这一下当时是把他真吓坏了。 在平时游泳的时候,王宝贵能躺在水面上,双手划水,像小船一样在水面快速移动。 他甚至还能悬浮着在水中行走,水中行走时虽然非常吃力,但是王宝贵总能像踩水一样把头露在外面。 这个主要是前后,前后的这个动作,不完全是踩着动作,它是脚向后灯榻的动作。 它两个脚交替向前脉和向后灯榻,同时克服身体的重力,并且让身体向前走动。 向前脉步和向后,向后灯榻的时候呢,产生的力呢,主要是两个,一个是向后,推动人向前进,另外一个呢,是向下,避免人沉到水下。 被绑住手脚之后,王宝贵同样还是依靠双腿灯榻踩水,产生前进的动力和上升的力量,好让头始终露在水面上呼吸。 可能是由于患病后身体虚弱,这样游不了多长时间,王宝贵就有些吃力了。 这种动作向后灯的时候力度是比较大,但是它在收腿的时候呢,产生的阻力也会很大,所以这种动作呢,它不省力,而且呢,前进的速度会不太均匀。 可是,为什么以前王宝贵四肢舒展的时候,能长时间的在水面上漂浮,而被绑住手脚后,一旦停止双腿摆动,就很容易往下沉呢? 由于肺脏的原因呢,人的浮心相对来讲比较靠上,也是因为肺脏,另外呢,我们人体的腿部呢,肌肉比较多,骨骼呢,相对来讲比较沉一点,那么人的重心呢,就靠下一点。 当一个人浮在水面上的时候,浮心呢,靠上,重心靠下的时候呢,就自然的形成了一对利偶,头就容易浮起来,而脚就容易沉下去,这个时候呢,如果我们不用一定的方式制止这种动作的话,人可能就会慢慢的变成直立的状态,并且呢,下沉。 由于王宝贵一时还找不到在静止状态下,向自己漂浮的方法,他只得不停地摆动双腿,可是这样长时间游动,体力消耗非常大,为了增加在水中持续游泳的时间,提高体能,王宝贵开始有意识地锻炼肢体的力量。 王宝贵在陆地上进行体能训练的同时,每天仍然坚持到狐狸游泳断电,琢磨一些动作要领,在不断摸索中,他终于找到了让身体悬浮的方法。 他发现,只要控制好呼吸的节奏,他的头就能长时间浮在水面上。 影响人在水中沉浮的因素呢,是呼吸,肺当中呢,充盈了气体,这些气体呢,使人的在呼气,呼气的时候呢,密度就增大,因为体积减小了,而重量不变,所以密度就增大。 这个时候呢,相对来讲是容易下沉的,当吸满气的时候呢,那么相反,密度呢,就减小了,这个时候呢,就容易浮起来。 不知不觉中,几年过去了,让王宝贵感到欣慰的是,通过这些年的锻炼,王宝贵绑着手脚游泳的时间不但越来越大,他的身体状况也有了明显好转。 200公斤左右,跳半个小时,没事,我搞房子那时候,跳那些,用的那些石灰,用一个头颅鸡落了,有1200公斤左右,上条就跳掉了。 包括有七八年吧,这么一段时间,他酸的也不吃,烙的也不吃,后来他慢慢慢慢的吃吃那些药,又在府里经常游药,不知是怎么时候就好了。 他现在烙的,酸的,什么都不吃,除了那个烟不吃,酒都还是喝了现在。 游泳让王宝贵的身体有了明显好转,也让他对游泳的热情更高了。 有一天他突发奇想,要捆着手脚横渡翼龙湖,这个想法却遭到了妻子的坚决反对。 很当心的,我说不要去,他外型了那样,他说买色的。 一龙湖的平均深度大约5米,有的地方甚至能到十几米深,而且最终环境复杂。 一直以来,从没听说有人横渡过一龙湖,更何况是以特殊方式横渡的癌症患者。 我的性格真的是很急的,反正办什么事情都要办,办好,办,不办好,不办好,反正我想做什么就要做什么,性格比较棒,是这样。 那么,怎样才能说服妻子同意自己的想法呢? 这天,王宝贵拉着妻子一起上了船。 他告诉妻子,自从得了癌症后,为了强壮身体,自己每天都在湖里游泳。 而且,早已经掌握了绑着手脚游泳的方法和技巧,今天要给妻子表演一下他的办事。 看着王宝贵被捆绑手脚后,还能平稳自主地在水里游动,他的妻子终于同意了。 想一想,他97年被诊断出食道癌,难受的时候,得让他爱人拿着木板,棒,棒的打,他一打就是半个多钟头。 现在游上涌之后,身体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了。 当然,那他爱人的话说,这里面肯定离不开药物治疗。 可是,一旦游起涌来,他每天想着就是怎么让自己绑上手脚去游泳了。 病不病的事,不去考虑太多了。 这么一来,心情也好了,身体也好了,好在什么程度呢? 那我们导演话说,给他绑的时候,一看,哟,吓一跳,怎么了? 他这个背后的肌肉啊,比小伙子的肌肉还要健壮,哪像一个五十多岁的人呢? 所以呢,人家这三千米对他来说,太轻松了。 当然我们说,这里面得有娴熟的技巧,得有足够的耐力,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啊,才可能挑战他那个最大的梦想。 翼龙湖是云南省第四大湖泊,也是当地人休闲的重要场所。 每到夏季,湖里生长的大片荷花,争奇斗艳,每天都会吸引很多游人前来观赏。 王宝贵则为游客采摘荷花,带着他们游览翼龙湖的湖光闪瘦,然后再给客人们做上一顿野生鱼虾莲藕做成的饭菜。 一天,王宝贵突然对游客说,他要用绳子把自己绑起来,一边游泳,一边拉着船,在湖里转上一圈。 一听这话,游客们纷纷好奇地上了船,不知道王宝贵怎样绑着手脚拉船。 当大家看到王宝贵是要反绑着手臂和双腿拉船的时候都非常惊讶,他们好奇地把两条船手尾相连。 可是,两条船上一共坐了十八名游客,王宝贵能拉得动吗? 就在大家疑惑的时候,王宝贵纵身跳进了湖里, 没想到船果然开始移动了,王宝贵绑着手脚就能拖动这两条船,令大家非常惊讶。 他们纷纷猜测,这得需要多大的力量。 两个船合起来的它的清水面积大概,反正也不会超过二十个平凡米。 出算一下嘛,这个二十个平凡米的这个船,一公斤都能够挖了多多。 可是,船在水里会受到很多因素影响,有足够的力量才能行驶。 更何况,这两条船的重量足有两千千克,为什么只用一千克的力就能拖动呢? 像那机动船啊,那就这个船的,在运动的时候还要产生波浪。 那我们船上就要行驳阻力了,还有这个有风,那么风对船还有阻力。 那么这个船壳下面还有一些附体,这附体还有阻力。 这个船壳在水里面,在很低的速度下,它的阻力就只有摩擦阻力,其他阻力可以忽留不计。 摩擦力是船在行驶时与水面摩擦产生的一种阻力,它和船与水的接触面积以及船运行的速度有关。 接触面积越大,运行速度越快,水和船之间的摩擦阻力也就越大。 专家说,这两条船和水的接触面积大约20平方米。 从理论上讲,在水平状态下拖动这条船,大约只需要1000克的力就可以了。 但实际情况当真如此吗? 为了实际检测王宝会拖动船所付出的力量,有人找来一个拉力器,并把它拴在了王宝会拖船用的缆绳上。 一切准备就绪,人们重新上船。 王宝会拖船真的只用了1000克的力就够了吗? 王宝会在水里奋力拖着船,可是拉力器的毒数显示却并不是1000克。 他在灯榻双腿的时候,拉力器的毒数却到了6000克左右。 和蔡维军工程师的计算结果竟然出现了5000克的差异,这又是为什么呢? 专家说,出现这样的差异实际上并不奇怪,因为王宝会拉船的绳子并不是水平的,而是有一个夹角。 这样,他拉船所付出的力,除了水平方向的拉力之外,还有一部分是向下的。 王宝会拉船时所付出的6000克的力,实际上是水平拉力和向下垂直力这两个方向力量的总和。 但是我个人认为,能够在水中,挤用腿部的力量,拉动船向前进,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。 王宝贵这位癌症患者,十几年来在病痛折磨下,并没有放弃希望。 通过刻苦、科学的锻炼,掌握了一种奇特的游泳文领。 最终,他捆绑着手脚成功横渡一龙壶。 在长期的锻炼中,他的癌症症状已经得到控制,但是否痊愈,还需要进一步检查。 王宝贵这么多年,绑着手脚去练习游泳,确确实实让他受益匪浅。 当然我们一再强调,这里面第一点,王宝贵的好啊离不开药物治疗,像这种锻炼身体强壮体魄,是起到一个辅助作用。 再有,我们说,并不是说捆上手脚让大家去游泳,就能治好食道癌,可没有这么去说。 另外我们说的是什么呢?说的主要就是,这种强身健体的活动,以及让心情放松下来排解这种压力,肯定是对体体有非常大的好处的。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,但是我们绝对不提倡大家伙把自己的手脚捆起来去游泳。 就算是在游泳池里也不行,搞不好您真呛一下,那没准可就出了大事了。 不管怎么样吧,咱们从人家王宝贵这儿,确实是学了不少东西,助人家今后身体健康,万事如意。 好,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左定科学,请您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。 新婚之夜,老屋出现神秘怪影,经历半个多世纪,怪影一直笼罩老屋。 陈家老屋喜事接二变三,是巧合还是另有玄机? 敬请收看《走进科学》,村屋迷养。 《走进科学》 宝购